新劇《暗夜守護者》 這天拍攝一場高難度戲份 昌哥李承昌飾演的角色 因為走投無路而跳樓尋短 連經驗豐富的昌哥也說很緊張 而在劇中扮演他女兒的江家銘 更是看得心驚膽戰 昌哥 今天你的拍攝的這個很刺激 是啊 很可怕啦 現在我的劇 真真真真真真 太軟喔 很害怕 很害怕 但是在這個高度對你來講 是什麼程度呢 程度啊 我在TVB要五次 五次跳樓 在經驗 五次 這是中庭啦 中庭啦 還有去九樓 哇 九樓 九樓 哇 這個現在是六樓 六樓 六樓 但是也有很多就是要哭的這個場景 有哭啦 有發電啦 怎麼樣 那要準備多少天啊 三天啊 三天啊 其實我看到今天要拍的 長 長久我有點緊張 雖然跳樓的不是我 但是我從來沒跳過了 我沒演過 但是呢 如果我要跳樓的話 要奔助跳 對啊 要做什麼準備呢 對 我就去 每一天都去玩奔助跳吧 奔助跳啊 對 真的 我會在樓下為你打氣 好 謝謝你 主角陳展鵬和陳偉 這天也有份拍攝 展鵬就說年紀大了 開始有點恐高 而偉哥就講到 過往親身上陣的經驗 現在呢 就有一點未高了 不知道為什麼 以前沒有 現在有一點 以前是可以有多高 以前可以去IFC嘛 我都可以站出去的 站出去 當然有點怕 但是還可以 但現在我覺得 可能真的有點怕不出去了 是因為家庭的關係嗎 不知道為什麼 可能是我應該不會比以前高嘛 可能差一點點嘛 可能現在高一點吧 可能啦 就血脊高一點吧 所以就差一點就怕了 那偉哥呢 有沒有這樣的經歷 我只是曾經從這種堂樓的 下面二樓跳到這車頂上面 哇 你是自己沒有掉什麼威亞的 沒有 就直接跳下去 有鋪墊 有墊那個紫皮箱了 但是那個時候本來是提升座的 但是我自己從窗外面看上去 我很矮 其實應該可以做到啊 就是那一刻我就自己跳了 然後跳完就是差不多 腳落那一刻是有點害怕的 但是還是過了OK啊